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看看 神 祂也是在给予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祂给予我们人许许多多的恩赐 有医病的 有感鬼的 有信心的 各样的恩赐 如果我们更广义的来看 神给我们的恩赐更多了 有人会弹琴 有人会唱歌 有人会这样 有人会那样 这些都是神 祂所给我们 我们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面 不是我们能做什么 是因为神祂给了我们这些的恩赐 让我们用这些的恩赐 彼此的服侍 彼此的照应 融合起来 我们就成为一个家族 成为一个大的团队 反过来看 今天人也给神 我们不单奉献我们的十分之一 圣经上告诉我们 你可以拿这些事情来试试看 神是丰盛的 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是不是也将我们所有的来奉献给神呢 神所要的只是十分之一 今天当我们奉献给神 也许我们看起来我们好像少了什么 但是神还会给我们更多的 给我们一个信心 然后我们去试验 试验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神的时候 我们会说 这位神真是又真又活的神 所以我们这么说 当你乐意地给 神就必乐意地加倍奉还给我们更多的祝福 我们不要忘了 我们人跟人之间 我们也给生日的时候 我们给他礼物 得一个奖赏的时候 我们也给他很多很多的东西 今天人与人之间 我们也常常透过礼物 小小的礼物 我们去联系彼此之间的友谊 活在这世上 似乎没有办法去逃避 这个给这件事情 神给我们 我们给神 神今天也祝福我们 人给人 我们也在神的面前 去经历到神的爱 神的祝福 路加福音十九章 告诉了我们这个人 他名字叫做撒该 他身体非常的矮小 他爬上了一棵桑树 他要来看看 耶稣是怎样的一个人 或许他听说了 耶稣医病 耶稣赶鬼 他听说了耶稣有爱心 他总有一个心愿说 那我要瞧瞧这个耶稣的本相 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可是啊 他身体非常的矮小 看不到 在人群当中 他挤不过人群 他灵机一动 那么我爬上树上去 一定可以看到 让我们来想一想 爬一棵桑树 哇 那真的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这么一个有地位的 他当时候是做税吏掌 突然之间的 在人群的当中爬上了这棵桑树 底下的人一定在那里看笑话 这个财主在爬桑树了 有人说 你看那个税吏掌 他竟然爬上了一棵桑树 很多挖苦的话语 在周遭会响起 可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杀该 今天我铁了心 我非要看到耶稣不可 所以他爬上这棵桑树 为了瞧一瞧耶稣 他做了两个行动 第一个行动 他是跑到前头 这是在十九章第四节 他跑到前头 第二个动作 他爬上一棵桑树 这是他的一个行动 今天在很多的事情上面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 在我们的心里面激励我们 我们要往前 往前 这个到前头 如果我们失去了这种心 我们会认为无所谓了 没有关系 今天属灵的生命 或者人生在世 有许多的事情 我们需要充斥 我们非要来到前头 在神的前面 可是不是容易的 这个杀该 身体矮 人群又那么的多 他没有办法 但是他说 我可以爬上一棵桑树 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 爬真的是不容易 可是他付出代价 他爬上了这棵桑树 他为了要看 耶稣一眼 那么我们反过来看 耶稣在人群 涌挤的当中 来到了这棵桑树底下 耶稣站住了 耶稣抬起头来 看着树上的沙盖说 沙盖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这句话语里面 我们听起来好像很普通 可是这句话语里面 带给我们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耶稣说 沙盖快下来 是要他怎样 要他去面对着群众 亲爱的朋友 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前冲 我们忘记了别人 我们往前冲 我们只想到自己 可是神告诉我们 我们永远永远不要忘了 我们不能够离开群众 面对着群众 人的指指点点 人的说东说西 可是神说 沙盖快下来 第二句话呢 耶稣说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 如果一个陌生人 对你这么说 你会怎么办 你会说 对不起 我家没有空 我家还没打扫 我家不欢迎人 我们会这么去讲 可是 沙盖要怎么去反应呢 你愿不愿意 打开你的心门呢 让耶稣进入你的家中呢 圣经上 接下来告诉我们 他就急忙下来 然后再说什么 欢欢喜喜的 接待耶稣 当然后面我们也可以看见 沙盖他跟耶稣讲 如果我过去骗了谁 那么我要还给他四倍 而且我还要把我的产业 分割成一半 这一半拿去救济穷人 我们会想到 沙盖为什么会说这句话语 一定耶稣前面对他 说了些什么话语 我们没有办法了解 耶稣对他说了什么 可是至少我们可以猜测到 耶稣对他所说的 或者说 耶稣 微笑着看着沙盖 替他忙着 端肉 端菜 忙着预备很多的事项 耶稣告诉沙盖 他应该有的 要面对的 所以沙盖觉醒了 他知道 我应该要面对的 救济穷人 我应该要面对 我应该要还人家 也许我们算了一算 他所有的产业 恐怕不够还 可是他愿意这么去做 今天我们愿不愿意 这样的心态去给人 当你愿意给人的时候 神就会祝福你 亲爱的朋友 你有许许多多 可以给的机会 在这样给的机会的当中 我们是不是紧紧抓住说 这是我的 我不愿意给呢 愿神亲自的来 使恩祝福 祝福你 因为你愿意给 乐意给予人的 神必就加倍地 要来祝福你 愿神来祝福你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